来到德国的茂尼克,德国八大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年前 德国和欧洲太空总署与美国太空总署 一起去研发和去部署的一个太空实验室 大家看看太空实验室是怎样的 进去其实情况比想用中大的 按那个就是系统的控制 有一个就是实验的柜 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实验 这些按钮当然可以看到 有些可以扭,我当然现在扭没事 这些按钮扭上扭下 左右免得被人扭错了 等下气流过的时候怎样呢 而在整个设计里面 都运用了最大的空间 下面就放那些空气、排泄、处理的问题 那这边也是,也有一个大的空间 去做这个实验 这个太空实验室 就当然现在退役了 现在的空间应该先进很多 那当然它曾经呢 就是有很多个国家一起 夹钱去到完成这个太空实验室里面的东西 那整个系统呢 就由穿梭机运了上去之后呢 就连搏这个国际太空站 那些人在里面做事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总共呢 就有几多个国家 是一起去给钱和合作呢 那也是一个很 无疆界的情况来的 那这边呢 又说到两个钱的分配了 哪些比得多些 哪些比得少些 那看来呢 德国是比得最多的 比成差不多54.9% 那所以难怪现在这个炭仓 留在这里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